各位可以看到其實波擦就是這樣的移動 1、2、3 4,它開始會有一些位移有沒有 就是在波動這些池 那它怎麼波動呢?我再把這個拿起來看 各位你看到,其實它就是三個波擦 1、2、3 這是5檔 然後退回來1檔 2檔 1 退回來空檔 這就是空檔 然後往下踩1檔 回來2檔 3檔 4檔 5檔 各位看懂了沒有 用這些軌道然後再改變波擦的位置 然後做這個所謂齒輪的滑動 其實構造很簡單 那大概就知道,你就要先記得就是說 空檔在哪裡 像這邊就1檔 好,空檔這次 那等一下就依序這樣組合來就OK 好,謝謝收看